检体放入检体台中 将检体台安全环扣好 检验室里检验员将仪式遭到重金属污染的水 倒入实验馆经过检验机的分析 同时可以测出六种重金属的含量 最后进行样本比对 它经由高温将稳缩的检体整个打散变成分子 号称国内检验器中最先进的感应藕合电浆子谱仪 主要是测定微量元素的关键分析工具 不但灵敏度高 适用的范围可以运用在检验水质 倒米 菇类及实用油 机器在整个食品卫生安全的维护上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重要性 例如说我们饮用水到底有没有受到重金属的污染 或是说我们的米有没有受到重金属的污染 甚至在森林或养殖菇类 到底有没有受到那种非常微量的重金属污染 这台机器都可以检验出来 那一旦重金属被检验出来 我们知道重金属一旦进入人体很难被排除 所以在还没有进入人体之前检验出来是非常重要 已经通过食品药物管理署认证的卫生局检验科 新采购了这台价值600万的仪器 14号上午特别举行了检采仪式 包括市长张通荣 议长黄景泰 及议会多位的议员都出席 肯定卫生局在食品安全帮民众把关 基隆市做了全民的荷家翻鉴检之外 我们能够让大家实的安心实的安全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电偶的一个检测的铁池的一些问题 我想重金属的一些问题 让我们全民更健康 代表我们基隆市政府在维护市民行吃的安全的部分 跨出了第一步 希望我们市政府未来能够自足检验 我们所有在基隆市面所买得到吃得到的食品 目前卫生局检验科售理的检验项目超过了30项 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对于所购买的食品有疑虑 或者厂商对产品有自主管理的需求 都可以向卫生局提出检验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